2月的倫敦 已冷又灰暗 但是在秋元的温室里 却充斥着满满的暖意 和缤纷的色彩 没错 这里就是英国皇家植物园 著名的兰花节 今年主办方首次以印度为主题 带领观众体验一场 色彩斑斓的一国风 共展示3600株兰花 除了欣赏珍奇品种的兰花之外 用兰花编织而成的大象 老虎和孔雀模型 也是展览的一大亮点 此外400株被放置在花池的中央 作为中心装饰的花朵 摆放成一个大型的轮回柱 在印度文化中 象征着永恒的灵魂转生 这些美丽的兰花 倒映在水中 随着波光淋漓涟漪 更加凸显花朵的美丽 有的兰花还从天花板悬吊下来 在空中慢慢旋转 更显出高雅气质 兰花是最受人们喜爱的花种之一 在过去的22年里 秋元每年都会汇集 各式美艳的兰花品种 扮以不同的特色主题 将兰花之美展现给民众 秋元馆长还希望 透过兰花节 不只让人们感受兰花的魅力 从而引起人们对兵尾植物 和生存环境的关注